- 干什么东西? 怎么没有卫生纸了? 三层潮汐水 柔韧更升级 Notorious极柔三层卫生纸 新包装上市 首先 首先管长先来讲一下 我稍微来吹一下 稍微来讲一下 我今天的标题叫做什么? 我今天的标题叫做 馆长就怎么样 馆长10点主题 主题是什么? 馆长是妥死 我今天的主题叫做 馆长是妥死 时光匆匆啊 跟大家再回忆一下 2019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我觉得非常像 只是那时候的人呢 是差不多现在的一百倍 一百倍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些人 在骂阿管的人 是现在的一百倍 也就是说民进党呢 毕竟嘛 我挺了民进党算 蛮久了 所以里面有一些人呢 他知道我的个性 知道我的为人 他就 他也不好意思批评 因为馆长讲的话呢 的确都是真的嘛 他们知道我的个性 我妹妹的事情 我不会说 生日快乐 谢谢你的斗内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顾皮克 生日快乐 所以说 那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有几个人被我捧红了 我们就不讲他了 当然有个经典的 有好几个经典的 你们都知道 也告我上法院 在2019年那段时间呢 我今天直播说什么 隔天他们就讲什么 比如讲说詹叉叉啊 面线哥啊 五虎将啊 最强菜农啊 然后什么 什么女直播组啊 韩粉直播组 女生好几个 什么叉叉刀啊 什么李天舵啊 什么一堆少将啊 谁啊 在各大的这些 所谓的中天啊 就是这些蓝媒 每天在骂我 我今天直播讲什么 他们隔天就骂 然后上新闻 然后三明治都不帮他们报 大家记不记得? 然后报他们的都是蓝媒 比较蓝一点 类似这样子 但是今年啊 今年啊 反过来了嘛 我们在检讨执政党 就变绿侧一出来了 蓝的那边全部都挺我嘛 绿侧一那边出来了 出来了就几只猫 但是 他们影响大不大 我不敢说大不大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哦 我 经过我这好几 这四年的认证啊 而且我发现也很好玩 就证明什么 证明他们也是 我忠诚的听众 他们也是我忠诚的听众 不然你怎么会 他们没有看直播的话呢 他们怎么知道我讲什么 所以他们会来看我直播 会渴望我提到他 因为毕竟我提到他 三立自由民事嘛 毕竟不是要造他 是为了他打我 那打我嘛 总是提到他们 所以他们很渴望 就是 我就像一坨大便 我是一坨大便 那大便上面有什么 会去沾我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好事吗 从2019年这一群人 沾我到现在 留下的 留下的有几个 最终啦 有赚到钱 留下的有几个 被当笑话的 又有几个 我们电竞界 你有看我直播我知道 我们电竞界 有一个人叫统神 统神这个人呢 我就 我统神呢 如果他是干将 我就是默邪 统神这个人呢 是出了名的 不是他今天讲话 有没有道理 是你他妈今天 找他吵架 你最近一定会发生事情 一定会下去 统神有一个绰号 你敢跟他吵架呢 你很快就会出事 所以他叫什么 电竞不死鸟 他有没有道理 他有没有道理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敢跟他吵架 你敢跟他吵架 你他妈的最近一定会出事 对对对对 电竞不死鸟 那呢另外一个人叫 另外一个人叫 管长 你要跟我吵架呢 你最终呢 也会下去 哦 所以我在那边劝你嘛 继续吵嘛 我也爱理不理的 我都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 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很爱黏着我 他们人生当中呢 这句话我以前讲过嘛 人生当中 仿佛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仿佛就是看我直播 或是注意我的FB 在发什么动态 有没有骂到他 哦 有没有骂到他 因为他非常渴望怎么样 人家说吃到甜头嘛 吃到甜头嘛 哦 吃到甜头嘛 所以 吃到甜头嘛 他就觉得说 再多讲一些馆长 看能不能一直上新闻 一直上新闻 我是尽量能不上就不上 他们是超想上 他们知道 我只要骂馆长 我就会上新闻 我只要骂馆长 我就会上新闻 所以他们就一直骂 但是 你骂的东西 我们大家 我这样讲啦 哦 我这样讲 政治不外乎 这句话是 我们坚哥讲的 政治不外乎人性 请你们有人性一点 哦 我再一次讲 我陈志安 这个人 做什么事情 敢做敢当 有什么事情 冲着我来 人家连混兄弟的人 连做坏事的人 都常讲一句话 我们没有 我们不会再出旧衣服了 我们不会往回出了 谢谢你的道理 我们做人啊 我们叫什么 祸害不及家人 一人做事 一人当 小丁做事 小丁当 哦 你他妈的 你讲我就好了 你讲我就好了 你不要讲到 我的员工 人家只是上班领薪水 人家也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我的员工 我从来 不管他们票要投给谁 我从来只要求他们 好好的工作 至于说下班 至于说你要干什么 至于说 呃 你要怎么样 哦 那都 那都是员工自己的事情 也不关公司的事情 你票要投给谁 谢谢董内 谢谢 你票要投给谁 我都OK 我不会说 我员工一定要投给谁 但是我今天 我也常常讲一句话 可不可以不要 再攻击我员工 我再讲最后一次 如果你攻击我员工 我也是讲 我一定要替我员工出头 我只能用 请律师再告你 哦 我讲了哦 我今天你打这个 很过分了 但是因为 有钱按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又在告了 但是如果你之后 还是咬着我的员工不放 我就会 我真的受不了 那这个东西 我们送到法院去呢 我也实在话 我也实在话 哦 谢谢75块斗内 我也实在话 今天 告不告得成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法院嘛 他总是很扑朔迷离的嘛 但是为了捍卫我自己的员工 我总不能说我员工 觉得说老板没有作为 啊你骂我们老板嘛 我们老板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 一间企业 一间企业 就像好健身工厂啊 我又没有去骂过健身工厂的员工 要你老板 我知道 而且我还甚至跟大家很多粉丝过来说 哎 健身工厂可不可以去 我说可以去啊 还是OK的 啊他们教练课 我说教练课 你觉得那个教练可以 你就买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会去攻击人家的员工嘛 我不会去攻击人家的员工嘛 所以 你讲我员工 说实在的 你为了想要上新闻 或者说想要流量 我懂 我懂 哦 相信我啦 我的流量是你一百倍啊 我懂 但是操作流量 每一个人方式不一样 请你不要一直 尤其你是还是个女孩子 还是当人家妈妈的 有必要 为了这个去伤害一些 根本 没有得罪你的人嘛 比如讲 自由时报嘛 哦 我们来看嘛 你说 你说 我恐吓别人 哦 这个东西 你没正没据 我跟你讲 他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他的东西就是 去看那个新闻 有没有 我 我新闻 有没有 新闻的那个 我呛你们的 我呛观众的 我跟你讲 哦 每天我都要呛观众 尤其是一些 我都直接呛的 我讲观众很难听 无论是 孙家大厂 我自己的板手 我也呛 啊 但是如果你要拿这个东西 来做文章 你永远做不完 你说我恐吓别人 我去恐吓谁 你说如果是我 在跟聊天室互相干扣 那个叫恐吓 那我天天都在恐吓了 我天天都在恐吓了 然后重点是 你又说 最可怕的啦 哦 我捐几百万 是我对这个社会的用心 但是你把它转成 我们听听看 他说我讲话没有逻辑 他说我捐几百万 就可以跟员工 要性侵别人 来 关这句话就好 这句话是不是很过分 我员工哪个性侵别人 这个东西 可以随便断讲话 我再讲一次 你不要再 你这句话前你说回去 我们的员工 有没有性侵别人 这个你看问警察 问警察 问警察 我们员工 去做什么事情 哦 然后去性侵别人 那你要 我员工那么多 你这样子要过 穿成一战的制服的 都被你讲到了 是哪一位 或者说有什么 直接的证据 这种东西 大家看在眼里面 你各位会觉得很过分 就是 我是觉得啦 我自己听起来是觉得 哇这个太 你可以 我跟你讲 我们人可以做政治上的工坊 或是政策上的工坊 我们可以讲一些 东西出来 但是你不可以说 我的员工性侵 而且这个东西 这句话 你看他又是拿网络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问给你看啦 你有在看我直播吗 我问一个道理给你看 你看我的粉丝讲话 这个东西 我在做这一场的时候 应该蛮多老粉都在嘛 而且我不只讲一天 我讲好几天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人来乱我 只能在那边呛我 呛我什么 你们公司都性侵人家了 所以我就呛他 所以我才会说 干你的老二放进去没 你看到老二放进去了吗 那你如果要讲那个垃圾话 你要 这个五年前 他那个 新闻结出来的 山立民是自由故意去挖的嘛 五年前的 我讲这句话 有人会信吗 这个东西 我明明就是跟粉丝在对抢 五年前 五年前 各位兄弟 我的女粉这么多 女孩子 我的板手 我今天对女孩子 我一定会尊重 而且我在很多议题上面 我都站在女孩子的角度去发声 你今天你说 这句话 老二 你说一直要 一直要洗这个 老二又说什么 我跟我大徒弟开直播 恐吓别人小心一点 不然直接包一包 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如果你说我在呛粉丝 我天天都在呛 你可能搞不懂 你看看他讲这个 我以前啊 14年的时候 我拿手机出来做直播 我天天在呛人家 干你 因为怎么样 垃圾话太多 聊天室里面 有一些说 你杀小 你出来 大家记不记得 甚至遇到 郭里耀 还遇到一大堆神经病 动不动就说 大家记不记得 这些东西都在新闻上面 动不动就说 干你的馆长 你他妈的 要不要跟我打一场 馆长 干你的 你给我出来啊 以前大家记不记得 网路上 动不动 赤子哥也是来我 来我 来我 来我健身房 赌我一个礼拜 统促党 也来赌我 你小心一点 啊 陈志涵 你小心一点 我跟你讲啦 你不了解我的 做直播的过程 跟我的 这个每一天 遇到的事情 我在呛观众 跟他妈的 跟吃饭尿尿 睡觉一样正常 我照三餐呛的 我照三餐呛的 我照三餐 但是这个东西 叫做我是黑道吗 不是 因为 你看到新闻 你看不到 聊天室里面 打字的内容 是聊天室里面 打字呛我 所以 我们就呛观众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我动不动 我叫观众 你去吃菜 你去死 啊不然三宵 咱娘不然你现在来啊 然后人就来了嘛 我以前常常直播 完了 人就来了 真的 我也没有动刀动枪 我也没有动刀动枪 我也没有恐吓威胁 以前 很多次的啦 包含我三重管 也有神经病 跑去 记不记得 先来我直播间 乱 乱完了 恐吓我 恐吓完了 大家记不记得 一大清早就跑到三重管 去那边 我真的新闻都在 所以你不要去污蔑馆长 馆长是 已经跟粉丝互动了八年 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脾气 我会讲什么话 要怎么样惹我生气 惹我生气之后 我一定会呛对方 呛完了之后就没事了 这个天天呛的 哦 我们天天都在这样粉丝观众 天天就在 我真的我可以找 我可以找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影片给你看啦 哦 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实证的东西 哦 就是就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哎 可以给你看 那你如果要 东拼西臭 东拼西臭 去臭一臭说 馆长什么呛黑道啊 国家什么呛女孩子性侵啊 国家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那你真的是太 真的太嫩了 今天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用的招 就是国民党那时候用的招 你现在用的招 国民党 早就用 早就在四年前用过了 那为什么他们 用没有用 用在我身上 没用 那你用了 你觉得会无耗吗 对不对 我的新闻太多 YouTube上面找不完 大家记得吧 有一个三重管的 后来又跑到那个内湖 那个军 空军 空军 然后又翻墙 那个人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不是郭里奥 郭里奥是一个 还有一个 更严重的 就是 直接就是 跑到 我三重管 早上一大清早 然后我会员他打他 然后警察来了 他还跑去那个 三重的 那个书宏道 满神洞 下面那个 莱尔富那边 一边尿尿一边自拍 然后又跑到内湖 一天之内又跑到内湖 去人家军 翻墙过去 后来被 宪兵制服 他说他是空军 军官 那个人 记不记得 因为 我跟你讲啦 对 因为奇怪的人 那时候奇怪的人 真的很多 所以天天聊天室里面 不是有那种 污蔑的 不然有整天来 呛小呛鼻的 不然整天在那边说 哦 馆长 你的员工都 摸女生哦 摸女生奶子 叮女生 要干女生哦 所以我会讲得很堵然 就说 他懒叫放进去了吗 那你如果要听我喷垃圾话呢 我天天都在喷 我天天都在喷 哦 然后呢 我跟大家再讲一次 哦 他说 看哦 我在讲 黑道不会欺负穷人 这个东西 哦 我讲的大家一定会认同 我说我们以前在做兄弟 哦 你也不是社会人啊 所以说你这种人为什么 我一直选不上 跟社会接不了地气 我们反黑道 是因为现在黑道 做事根本不像以前的黑道 太苍结了 诈欺 诈欺 动不动开人家枪 诈欺 骗人 把人家压起来 等等等等等等 卖人家器官 等等等等 我是在说 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这个我相信 聊天室里面都听得下去 都了解我在讲述了什么 我在说的是 我们以前的黑道 以前是二十几年前 三十几年前那时候 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诈骗 根本没有兄弟在做诈骗的东西 根本没有嘛 没输人在做诈骗的东西嘛 对不对 哦 没有 没有人家做做诈骗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也是 怀念 那个时候 那现在 就是 跟我拍天爱 无法无天 所以我们一定要少嘛 其实讲快点就是这样 然后 他们记者又结前面 那会造成外面的人 很多的误会 所以 我只能跟大家讲啦 很多事情 如果 你要一直这样编造故事 久了也没有人要看你 因为这些东西呢 你要影响我 不可能 不太可能啦 我知道你有在看直播嘛 我你没有在看直播 你的观众群也会跟你讲 反正没有关系嘛 哦